哎呀 轻一点 你弄死我了 每次都不知道要让着我 师姐 要不是我让着 在你动手的那一刻你就死 好好好 知道你最厉害了 行了吧 若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还真没想到 这短短三年之内 你居然从人籍罪犯 变成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不帅 当年我替方言误导误导误状 来到郁家里 拼死拼活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三年过去 也不知道爸妈怎么办 师父派我来传话 三年之期已到了 你可以回家了 江海 我秦世明终于回来了 我秦世明终于回来了 可惜 喂 我应该在打拳你探神器啊 你一个土包子 哼 龚头 不得无礼 年轻人 这是我孙女儿 不懂事 还望见谅 没事 老先生刚才施展的 没错 老夫练的正是龙拳 传说 是龙帅送创 不奈 老夫一直会找到 其中的精髓 这样 我打一头 必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请 这正是真正的龙拳呐 年轻人 你叫什么 老夫 一定要好好地款待 不用了 我是看待你练龙拳的味道 才知道 不要 抱歉 小小年纪 竟然把龙拳练得 登峰造极 真是 人间真龙啊 然后我们周家 一定要好生结交 这位小兄弟 爷爷 就放心吧 回去 我一定让人查清楚 他的身份 老爷爷 大小姐 刘家家主登门拜 请就在新区开发上 与我们合作 合作 一个小小的刘家 他也配 让他们滚 是 走 当年我一意孤行 给方言顶罪 被郁家发配战场 也不知道爸妈怎么样了 有方言照顾 应该没有受苦吧 我撞死了郁家的人 他们位高权重 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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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撞死我们家少爷 照顾好朋友 人 是我撞 我撞不拒吗 砸了 狠狠的砸 还钱全都给他砸了 二爷 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砸了 求求你们不要砸了 想砸我 老头都在这 打过去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就你这个瘸子 想做 我妈也做 是吧 小子 我尝不出来吗 你老老板 是你 小小子 你是谁 是你 你混蛋 儿子 真的是你 我爸他们欠你是不是 你 你是他们的儿子是吧 你爸妈欠方言小姐的钱 付这次杀 甚加的钱 你让我 爸 妈 这到底什么钱 十万块钱 你们不是已经拿走了吗 这方言什么钱 是你外出 还是大罗传 十万块钱是兵器 懂不懂 就出事来作业 一心啊啊 利息 当初欠的时候 方言可说没有要什么利息 那是方言小姐人山 他没有说要 但也没说不要啊 这是规矩 你别害怕 儿子 这可怎么办呢 妈 你别害怕 我来处理 利息是多少 方小姐善良 她说不要他们养太多了 有四十万 四十万 把我们全家卖了 我们也没那么多钱 荒唐 你们这不是要这 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要利息而已 就方言亲自过来给我 哈哈哈哈 丑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啊 让方小姐亲自上班为你要 你仨方要招惩你自穷酸鸭 给他们给老子废话 四十万 一个字也少不了 知道吧 我都怎样 大宝全滚蛋 这房子 全都是给方小姐抵债的 你们不要欺人太事 哈哈哈哈 臭小子 威脅我把你 你给我分着这房门啊 别 谁敢动我儿子 谁敢动我儿子 我就给你们 一屎往破 好 就再给你们几天时间啊 存着那走 过几天 再不还钱的话 房子给我烧了 走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爸妈 这到底怎么回事 方言为什么那么对你 妈 小嫂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看来 你疼我丸奇了 什么 癌症 她才五岁 出了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见大哥大嫂呢 他們 在那邊呢 你好 我跟我說的 去吧 三年前還好 怎麼會 大哥 告訴我 我來吧 都是芳妍 都是芳妍害的 別說了 人家這家裡不扣亂 芳妍 我當年聽的物語 答應要照顧好我 如今這是什麼事 兒子 你回來就好 我們現在希望你平平安 其他什麼都不中了 屬於芳妍 兒子 兒子 芳妍今天就跟 劉家大少爺劉柯 成婚了 什麼 你去 芳家幫上劉家 這個一流世家 可要一飛沖天咯 劉家搭上了周家 這個頂級權貴 以後說不定能問頂 姜海第一世家呢 芳小姐 從今天開始 你將成為劉先生的妻子 她的一生之愛 你願意 我願意 來 我願意 我願意 你願意 我願意 你願意 我願意 你願意 你願意 讓我去 方園 這傻子死定 爺爺 你們認識 我怎麼會認識這種人呢 肯定是惡意來搗亂的 來人 把這幾個人給我趕出去 是 小子 我自己走 我嫁著你走啊 敢做不敢當 看樣子你丈夫還不知道我們的過往 這是你的臉相好 你不是說你清清白白了 千年呢 我承認 我的確跟這傻伙認識 但我只是跟他玩玩 我可是連手都沒有給他碰過 妍妍 我肯定相信你啊 這傻伙一身窮鬆樣一看就是個女腿子 你堂堂方家小姐 怎麼可能看上他呀 秦世民 你既然出獄了 就應該老老實實做人 你現在是一個老改犯了 你和我之間就已經不同了 你要是愛我 那就應該祝我幸福 祝福 方言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把望恩負義說得這麼輕力脫鎖 怎麼 難道 還想跟我重歸於好啊 別做夢了 我丈夫劉柯 那可是江海第一流是應該劉家的大少爺 更是搭上了頂級豪門周家的關係 未來劉家千億的資產呀 都會掉到他的手上 你和他之間完全就是贏與浩月的區別 你連跟他提鞋都不配 要是實相啊 就趕緊補恩 我今天來著 並不關心你嫁給誰 我只想問你進去 我秦家帶你後果 你為什麼要針對秦家 好 既然你問了 那我就跟你說實話 你 還有你的這對廢物父母 是我方言一生的無辜 這個理由 夠了嗎 你 就算你是好門千金 也不能這麼目中無人吧 這就是你針對秦家的理由 不錯 我方言於你們而言呀 那可是九天之上的真謊 我的世界在大廈上游 往來的都是富家子 而你 不過是山溝裡出來的窮三戶 水蛙之間的一介浮游 每天都過得照顧保夕的 請什麼與我為伍 與我在一起 是你自己的選擇 否定我就是否定你自己 你現在的繁華四季 只不過是淨花水月空中樓口 還沾沾自行 你 行是名是吧 本來你死在監獄裡就算了 我也跟徵業之臉閉 但你跑到我 不會你上來打亂 真當我劉柯是你孽掌 來人 把他胡小打亂 就出去 是 誰 哎呀 打到那個人的蹤跡了 不太好了快說 此人名叫秦世明 因為開車撞死了郁家的人 給郁家帶走 銷聲運氣的三年 今天才出現的江海市 目前人在劉家少爺劉柯 與邦家小姐方案的婚禮上 三上線里 背車 我們現在過去 你 你小心 我先 我先 不坐 有臉下 你這瘸腿老爹可就沒你這麼的大了 找死 還敢隨意 現在立刻給我道歉 不然我斷你瘸子老爹的另一條腿 這斷了兩條腿 這拐杖 沒用 快放了我們吧 順便 不要幹了 快帶著你媽離開 放開我老頭子 放眼 老頭子這條腿 可是為了保護你才斷呢 難道你就眼睜睜地看著他那條腿被別人打斷嗎 凱 媽 你說什麼 爸的腿是因為這個女人才斷 這兩年前 眼找放眼報仇 你爸為了保護放眼 被人活生手裡打斷了這條腿 是他硬要當好看 被人打斷了腿 怪得了我嗎 是他自己活該 不用讓他保護我嗎 你 怎麼不服氣 我選你搞清楚 你爸現在在手裡 你只有兩個選擇 就沒動他的腿 就沒動你的腿 選吧 來 不要欺人太深 我他媽救你 你幫我怎麼樣 動手 慢點 斷我的 放了我吧 不要 既然你一片孝心 我就成全 等一等 怎麼 你要給這個腻腿子求情呢 還有多久能夠 大小姐最多十分鐘 再快點 大小姐有料 全隊加速 怎麼會呢 親愛的 今天啊 是我們大許的日子 這些可不太好 那你的意思是 秦世民這傢伙 不是吃慣了牢飯嗎 君子啊 有成人之美 他們不是還欠我四十萬嗎 反正他們也沒錢還 不如啊 把他們重新送回牢裡 說不定啊 他會感激我呢 對呀 說的對呀 怎麼送佛送到西 就當是 做慈善 去把王警司給我請過來 不不不 報言 你怎麼能這麼做 難道你沒有信嗎 我們為了保護你 小兒子冒著沙頭的風險 白白替你頂罪 做了三年了 我大兒子 夫妻倆更是說 我們死 留下一個身患絕症的孩子 你就不能放過我們嗎 媽 你說什麼 大哥大嫂也是因為他 怪我 為了報方言 我們三個人一起 救我這個老傢伙 斷著腿回來 為了他 家破我這我 我這盡力恨的 你們真是太傻了 你 為什麼能心安理得的 和著秦家的骨絮 填補支持的悔魂 手段殘忍的打壓 回來我 你竟敢質問我 你信不信我分分鐘 就能把你送回牢裡 去吃牢飯 方言你找死 媽 方言 阿爺知道 你是高高在上的石家前傑 跟我們這些見面有過婚姻 那是莫大的骨子 可是為了熟悉 我小兒子做了老 大兒子沒了命 老頭骨子退斷了 我的孫女成了孤兒 生患絕症 她才五歲 畢竟叫我女兒生啊 方言 阿姨求你了 不要再針對我們了 我們雖然眼見 但是我們也想活呀 媽 你幹什麼 快起來 方言 不不 方大小姐 我們知道你們房價 家大夜大 捏死我們 就像捏死一隻蚂蚁 阿姨還是求你 看在我們一家人 救過你的份上 饒過我們 饒過使命吧 你說的倒是情真一切的 可你的兒子 好像還不太福氣呢 太誇張了 我方言有你們說的 那麼不濟人情嗎 你算你的醫療費 還不是我 電的十萬塊錢 我方言 可沒給萬人借過錢呢 可以呀 收你四十萬利息 不算過分吧 那可是四十萬 我們 媽 你別求她 我能解決 你這個廢物能解決什麼 老太婆 你給我聽好了 要想我不追究也可以 把欠我的錢還上 咱們的事就一筆勾銷 好 我就是咋不賣鐵 要把這四十萬湊起 只要 只要你不為了 四十萬 那可是之前的價格 你現在要很久你兒子 四十萬可不行哦 那你要多少 八十萬 八十萬 你就是把我們賣了 也沒有這麼多錢呀 媽 別說八十萬 就是一個字 他也別想從我們手裡拿著 我 十年 你要是我兒子 給我住罪 兒子 八十萬就八十萬 給他們了 就算是賣房子 咱們也要把這個錢湊結 既然要斷 咱們 斷個乾淨 好 那我給你們三天時間 三天之內錢沒到 超十一天 少翻一倍 好 謝謝 謝謝方言 我們一定會想辦法 把這錢湊起 老豆子 兒子 咱們走 等一下 醉右少爺 您還有什麼事 跟我老婆的恩怨聊吧 那跟我的呢 劉少爺 你們秦家 什麼時候跟劉家有恩怨 這其中 會不會有什麼誤會啊 誤會 今日是我方言大喜日子 秦世民這個呼吸一再挑釁 好好的婚宴被你們搞成鬧劇 現在拍拍屁股一三組啊 那我劉柯的面子在哪哥呀啊 大小姐 動作的消息 請讓人住在這裏不下羞辱 什麼 一個小小的劉家也敢冒犯我中間 好大的 是誰的面 趕緊進去 不要提先生走的 可方言 剛剛已經答應放過我們了 重過我的個人意想 你們劉家還想打自己的臉 眾所周知 我方言驚訝自己 於是還沒開始 所以他說的話 只能代表他自己 並不能代表我們無情 不錯 我過了今天才能真正成為 劉家的少夫人 所以呀 剛才只能說是我放過了你們 你們和劉家的恩怨 可不是我能說的算咯 你們 無恥 劉少說的沒毛病啊 剛剛是方小姐答應放過你們 劉少可沒有 我劉家是世家好夫 今日之事 立將添沛江海 到時候世人怎麼看他 如果今日 不給我哥說 誰也能想提出這個門 劉 劉 劉少 我們賠錢 你說 你說個書 我們都賠 賠錢 我劉家最不缺的就是錢 你可以向在座的各位打敬打敬 得罪我劉家 會是什麼下場 清責妻離子散 家破人亡 重責受盡折磨 不得好死 我勸你給劉家留調 不然等待你們 將是滿門禁命 喲 你腿子 給我放狠話呢 那我也給你放一個 要想全家活著回去 國光衣服繞著江海 一步一叩手 並說劉柯爺爺 劉柯爺爺 我在過 兴許我心情好了 就能放過你 劉柯 不要太過分 我就過分了 怎麼樣 老子今天就想給你一個教訓 不然以後什麼事情 都在我劉家面前動蕩 那我劉家以後在江海 還怎麼混啊 劉柯 我來我來 你放過我們腳 放過我們腳 怎麼了 反正我老頭子也沒進行活套了 我來 我不在乎 姓秦長 剛才跪在地上的是你的父母 這分明是臉小狗啊 看清楚 這就是你和我的區別 本人上次要動動嘴皮 對於你們來說 就是滅井之災 劉柯 既然你找死 我便盛著你 這廢用生氣啊 寶寶 我好怕呀 男人 把他打到認錯回事 生死不亂 不要打我兒子 不要打我兒子 龍血給我滾開 給我打 讓我扶手 把冒犯我周家的跪 你走死 龍躍頂級世家周家大小姐 他怎麼去租來這種宴會呢 沒看他是來找麻煩的嗎 也不知道是誰得罪的周家 這下在整個大廈都混不下去了 周小姐 大橋光臨有失原因 不知道您的貴感 先生 實在不好意思 是我來碗 讓一些蕭小之輩 冒犯 我還以為你們是普通人 秦先生 我爺爺是周家家主 我這次來 是來帶他向您表現信 這一份 是江海市文明的海鮮餐廳 林江閣的全部股份 另一份 是凱映集團的5%的股份 這裡還有紫禁山壯英的黃彩症 這張卡里有10個億 這些總共價值100 還請您收下 這怎麼可能 秦世明到底什麼身份 他不就是個勞改犯嗎 這些我不要 你拿回去 我只想問你一件事情 您說 你們周家 比之劉家如 我周家是皓月 他劉家就是您 完全不能相批評論 那好 我要你們周家全力對付 那你們將會獲得我秦世明的贏 秦先生的要求 我周家自當全力 秦世明 之前都是誤會 這冤家遺解不遺解 咱們還是和好啊 既然你們的驕傲是世家 那我就讓更強的世家來粉碎你們的底氣 劉柯 我現在代表周家正式通知你 我們單方面取消和你們劉家的一切 接下來 準備接受無盡的打壓 不 不 誤會 都是誤會 秦先生 之前都我得罪 我道歉 道歉 我不要 我又沒錯 憑什麼給這個勞改犯道歉 今天秦先生如果不原諒你 你也想嫁給我悠久 親愛的 你在發什麼瘋啊 三文青 趕緊道歉 師民 我錯了 你能原諒我嗎 既然錯了 那就繼續錯下去 讓你失去仰仗的劉家只是第一 接下來我會讓你在無盡的痛 一點一點的失去自尊和交往 生不如死活著 秦世民 給你臉了是吧 我都已經道歉了 你還想怎麼樣 信秦呢 你真以為吃定我了 我是看在周小姐的密子上 才不跟你記下 非得跟我們留下魚死我破 與秦先生為敵 便是與我周家 別以為幫是周家 就能在江安市尾鎖一門 這瞧 秦先生放心 一個小小的劉家 還欣不起什麼分 走 喂 王老師 什麼 打架了 好 我馬上過去 媽 怎麼回事 小草怎麼了 小草在學校 跟同學打架了 對邊的家長 要追究小草的責任呢 你別著急 我也去 敢欺負我侄女 真不知道死子怎麼寫 我 周園長 這野養的家長什麼時候來啊 嗯 他竟然 把我們寶貝兒子摔破了皮 你今天必須要把他開除 還有他的家長 必須跟我們道歉 野養 我希望你的嘴巴能放乾淨 我 我 走 你沒事吧 有沒有事 哎呀我就說嘛 這野種這麼野 原來是兩個農民養出來的呀 哎呦果然遺傳了贏呀 周園姐 這種下的 是怎麼進入學校 你們學校什麼時候門卡這麼低了 什麼阿貓阿狗都能進來學習了呀 你在滿嘴噴噴 我賞你幾個大股巴子 行不行 哎呦 你這可打我呀 老公 你聽見了嗎 這個賤您啊 他竟然要打我 你還不表個態啊 一個香巴佬而已 我們身價億萬 和這種人計較 反而會拉低我們身價 哼 院長 我是小草的二叔 請問這件事 …學校準備怎麼處理 秦小草 故意打向同學游朝陽 記大過一次 並且 某常醫藥費 再向游朝陽同學道歉 我沒有 bedeutet 非希望 也是道個歉 賠點錢 這事就解決了嗎 校園長 你以這樣的處理方案呀 我不滿意 你 我自己平时都舍不得打 今天竟然被这个野丫头给打了 你给他记过一次就解决 这也太便宜他们了吧 二叔叔 我没有住不到钱 小草 你二叔叔 为什么要退同学 你二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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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是我妈生别妈养的野孩子 他还说我是野种 我就说他没家教 然后他就反而打我了 我就推他了一下 小草没有错 你不用道歉 野种 真是好的教育 什么样的父母就交出什么样的孩子 周元长 你就是这样解决问题 你问了事情的经过吗 怎么 你还至于我的工作 小孩子的话 事实就是 刘朝阳同学受伤 让秦小草同学道歉 这话不是应该的吗 周元长 你贴好了 今天这个野丫头啊 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给你儿子道歉 要让他们都知道 我儿子不是好欺负的 还有这两个农民啊 一起道歉 刘太太 你的这个方法好 你们两个 如果还想让秦小草 继续读书的话 明天早上 你和他一起 当着全班的面 做公开检讨 院长 你这种处理办法也太过分了 过分 你要是觉得过分的话 带着秦小草滚蛋 我这里不欢迎他 园长 你确定要这样出来 对吗 你 师妹 你冷静点 我们还是道歉吧 你先带小草出去 我跟园长再谈 啊 周园长 我希望我们能重新他 小草说的话我敢肯定是真的 我认为刘朝阳动手 该道歉的应该是他 你 你以为你是谁的你 由唐阳同学先动手怎么了 他爸爸刘先生 那可是学校的校导 秦小草呀 错的错的 不该还手 你懂吗 你的意思是 动手的人没走 还手的人 对错 对不然呢 好 哎 好啊你 你去那把我 你去那把我打我 我 我是园长 你这把我打我打我 你刚才不是说 刘朝阳打小草没错 小草还手反而错 那我现在打你 你为什么要还手 我 你个混蛋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要怎么算了 你说出来的话 就像放屁一样的 就这点下还能当园长 你 刘总 你给我做酒呀 哈哈哈哈 贱民就是贱民 遇到事情啊 就只会用这种暴力的手法来做 难怪会叫出那样的野孩子 你永远都不会 像我这样的人 可以轻易的 决定你的生死 而你这种无权无视的人 死了也就死了 你现在在里面 你后面说的道理我赞的 你不应该说小草是野丫头 你后面的道理我赞的 你后面的道理我赞的 你不应该说小草是野丫头 我 老公你沒事吧 混賬你敢打我 你知道死字怎麼寫嗎 你無需威脅 但你要再敢目睹我治癒你 我現在就要你死你信 你到底想怎麼樣 你兒子被推倒 我再則向你們道歉 另外 醫藥費我也會賠給你 哼哼哼 還不是慫了呀啊 老公 剛才這個農民啊 您就是在撞槍做事 哈哈 你想賠償是吧 那我也不問你多要 你就給我十萬塊點 這事咱就翻篇了 十萬 想額錢 十萬就算額錢了 我公司每一天的流水都是一百萬 我會在意你這十萬塊錢 你如果拿不出來 沒關係啊 你可以跪在地上 為你剛才的衝動買單 向我道歉 我可以不追究那一代小孩 怎麼樣 這裡有十萬 你可以去查 怎麼可能呢 這小子竟然能拿出十萬 這卡列還真有十萬啊 看 看在你 道歉的態度 還算誠懇的份上 我呀就不跟你的農民計較 老婆我家收起來 走 我讓你們走 我讓你們走 今天的事情 大家心知肚子 犯錯的人根本就不是小子 而是你兒子 我既然已經道了歉 給了錢 接下來是不是該你們道歉 你 你個瘋狗 這說什麼呢 老公啊 這傻子讓我們道歉 哈哈哈 耳朵龍 那我再說 我說 真正犯錯的是你們兒子劉朝陽 你們是不是應該表態 小子 你最好掂量一下你的分量 有沒有資格跟我這樣說過 我幾斤幾兩我很清楚 但你 不清楚我幾斤幾兩 呵呵 有點頭皮 好 那你說你想怎麼辦 第一 你們的兒子要給小草道歉 並且保證再也不欺負 第二 你們的兒子也動手 一要費也要百萬 我不多要一百萬 哈哈 讓我道歉 還要給你一百萬 哈哈 你這是白日最旺吧 臭農民 老娘告訴我 讓我寶貝兒子給你道歉 絕不可能 你就別意想天開了 哈哈哈 你也是這個態度 我如果說是 你是不是還想跟我動手 哈哈 喂虎爺有人找茬 麻煩你多帶點人 來園長辦公室 小子 今天晚上 滕陽湖中 又會多一句浮屍 是嗎 那你最好讓你認識的大老太 我還要回家吃 你還要吃飯 你今天就做個餓死鬼吧 虎爺 你終於來了 不當處理完這件事 我請你還有兄弟們 去匯索官就通過了 虎爺 聽說這位是 這樣很是地下的 民間之王 他手上 他可佔了不少鮮血呀 這下 這個謀名呀 肯定有個死 是哪個不長眼的 敢動手打你啊 虎爺就是此人 来人呐 给我废了 你们好 好强的实力啊 一看是个舞者 要不你们一起唱 免得浪不死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今天的事呢到此为止 以后你跟上去 你这我不我保你车厢的好了 我明天再给你一千万 啊如何一千万 哎呀这个土包子就这么多钱 这小子 竟然被我伍爷看上了 真是子人高耻聚 伍爷 许不得呀 你在教我过世吗啊 跟你混 你还没资格让我跟你 好 黄师傅 劳烦您出手 帮我断了他的四肢 破碎了胃狗 小子你死定了 黄师傅可是舞蹈大师 高手中的高手 莫非 你可知道 你错过了一个莫大的机缘 如果 你归睡的话 那么 我可以指点你早日 进入案情 看在你好心的份上 我可以饶你 你 狂我 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何谓 武宣大师 我 我 就这 还想指点我 你是宗师 你竟然是宗师 这位前辈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饶我一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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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啊先生 这都是误会 这都是误会呀 我怎么可以冒犯你们呢 哦 你不是刘凯交给他对的 先生那个我一听来呢 是替你解决掉这些爱事家伙的 来人来把他往死里我打 胡言你搞错了吧 我搞错啊 你敢冒犯秦先生 罪无可恕 都论着干啥 不打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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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啊 住手 没听把秦先生发话了吧 老大 椅先生 对不起 你 是小的 有眼无处冒犯了你 还挺 秦先生 这些误会 这里是幼儿语 我不想跟你多多记性 但是该有的陪着 还是得拿出来 当然 这是当然 秦先生 我这卡里有两百万 您一定要收下 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事情结束了 我言是吗 不敢不敢 您叫我小伙叫我小伙就行 好小伙 你有没有办法给幼儿园换个人 这小事呀包在我身上 我认识那董事长 一个电话的是 多谢 先生 先生 您留步 还有这 多谢您高抬会手 今天兄弟确实做的不对 我这有一张卡 请您务必收下 这件事本来就跟你没关系 我不怪你 别呀秦先生 不管怎么说兄弟 我今天确实做的不对 我这卡里有一个亿 我当时给你赔罪了 请您务必收下 一个亿说什么 你以为卡里有一个亿我就会收吗 收回去 一个亿都不要 不是傻子呀 就是今天的大伤务 二叔 师妹 你总做不出来 你小小的事情怎样 妈你就担心 那家人已经得到冤友的状态了 小小小可以听起来的 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去 二叔你干嘛 走 二叔就给你买个幸福包好不好 你别开车 为什么 小小不喜欢幸福包吗 我当然认识 我把他也都不搞错了 我不要问爷爷奶奶的事啊 嗯 小小小 那就以前 就当二叔活的 他住 你奶奶以後也重新工作 真點兒子 但是我不需要了 為什麼 給我小小頭病了 就那麼嚴重 乃的中風也是 浪費 我不想到死了 這可以真的爸爸媽媽了 但是 他都捨不得爺爺奶奶 這搞不好 有二十號 你肯定可能 二十那麼厲害 大口就給我把你 媽媽媽兒子 就是我的手 不得爺爺爺 那就幫你 這根本不是我幹 是住屠了 是誰 誰竟然這麼狠心 居然對五歲的孩子嚇如此 你說什麼 小草 小草不是害人 是壯人 是你 你說的到底是真的 真的媽 小草得的根本不是愛人 是中了非常罕見的毒 如捐 天啊 怎麼會是這樣的 我們也沒得罪起了人 小草 小草 你受苦了 奶奶 幫你 希望這件事 幾乎你不要忘記 你不要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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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既然不是什麼癌症 這毒 到底能不能解啊 正常來說這毒是無解 不過媽你放心 這三年我學了藝術 我一定會治好小草 還有爸的口氣 只不過是 暫時缺少一些細草的藥物 小草有救了 小草有救了 明天是周老爺自己的樣子 剛好有一二號 或許會有說 媽 好 請先生你來了 你們請 就到 哎呦小兄弟你來了 哎快請坐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呢 是我的朋友其實您 紀小草店 这位是白云药业的 金水余总 这位是万台药业的 陈文斌陈总 这位是国康药业的 钟灵 您知道 不知道在哪里高丘啊 我这几年都在外面 昨天采放 目前还没有 几位 你们先吃 我两个朋友到 老陈那你去 回头让所有人贴了 凤凰 几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刘家的大公子刘柯 这位是他的新军之妻 方言小姐 秦世明 是你 到底是世界太小了 还是你们阴魂不散 这样的聚会 你这种老改犯怎么也来了 别拉低了我们的档次 我认识 我认识啊 认识啊 熟的不能再熟了 啊 既然来了 有都是客 先坐下吧 来 请吧 老陈 你怎么不喝酒呢 酒晚上了 我认识 老毛病又犯了 这一喝酒呀 晚上疼得死去活了 陈总您之所以有胆能言 是因为有胆疾食的 周小姐啊 你是有所不治 这一般的医院 他不做这个 趋势保胆的手术 而且啊 这反复率在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哎呦 哎 服务员 快快 拿杯水来 来来来 我脱油 我脱油水 嗯 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试试 帮你取掉胆疾食 你说什么 年轻人 这饭可以乱吃 牛可不敢乱吹呀 我告诉你 为了取我这胆疾食 我广变了名义 江海市最好的医生 我都请到了 他们都熊手无策 你说 你凭什么 陈总您 你这种迷腿子什么时候会医术了 哦 该不会是学了几招江湖郎庄的假把事 就自称神医了吧 信心的 陈总什么身份 您要是医术了什么问题 我担担得起 请先生 要不你还是别掺和 陈总最近要几十年了 认识很多名医都树树无策 他们失败 那说明他们的医术还不逗家 老陈啊 你有所不知 这个秦老弟呢 他是一个武道高手 自古义武不分家 要不然 让秦老弟给你看一看 武道高手 哎呦 你们别被他给骗了 他秦师明有什么本事 我能不知道 他呀 就是一个劳改犯 我知道了 这劳改犯的女朋友成为我老婆 他一定是想在咱们面前双双成菜感 贼心不死呀 什么医术武术 只是想出出风格吧 秦先生当然会武术 而且还很高 我现在都怀疑 你到底认不认识 笑话 秦世明从中到角 有什么本事我能不知道 他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泥腿子 老改犯 事实上于雄变 陈董 命是你自己的 要不要我出水 看你 哇 陈董 你别听他蛊惑了 我家刘柯啊 就认识一位九复盛民的神医 把他请过来 一定让您要到冰厨 哦 这哪个神医 是明晚东南三省的薛京薛神医 什么 薛神医 他老人家在江湖上 神龙见首不见尾 可能刘家 是怎么请到的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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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負責 我現在情況危急 拖延不得 秦老弟你快出手吧 好交給我 快了老山他沒有呼吸了 什麼這 沒有呼吸 派報警把這個殺人犯抓起來 秦世銘你殺人了 要用這把老底做穿 這一次就不是三年那麼簡單 秦先生這到底怎麼回事 不要放著這個殺人犯 警察過幾分鐘就到了 誰說他沒氣 現在還差最後一個 老陳都沒有死啊 快快快快把他扶起來 現在感覺怎麼樣 咦 我這疼痛完全消失了 全好了 神 太神了 秦老弟 你的藝術可是絕了呀 老陳 你 沒事了呀 沒事了 呀我現在感覺特別舒服 一點點兒都不難受 自從到了這打男人之前 從來都沒有現在這麼輕鬆過 天老弟啊 天老弟啊 太感謝你了 之前啊 對你有錯代碼 好歡迎 你讓給我治病 我在這兒 給你配個不適 先別急著感謝我 這針灸只是能暫時緩解你的疼痛 要完全化掉結石 還是要治療 再配合我的針灸 一周左右就可以完全解掉結石 哎呦老秦先生啊 把我病好了以後 無必讓容許 快快快坐 快如坐 徐先生 先前多有得罪 我想問問 我這脫髮 能有什麼好的辦法 你之所以脫髮 不是遺傳 也不是身體出了問題 而是 腦部泣血運行普常 我幫你針灸幾次 我發現為什麼你長 那就 麻煩徐先生了 中總 他們雖然身體高揚 但都是小毛病 不足以致 但你身上 就會藥 你 你也有什麼問題啊 秦先生 您看玩笑的嗎 我沒開玩笑 我也不喜歡開玩笑 我身體沒毛病呢 我兩個月前才做完體檢 沒任何問題 你這問題是最近才出現 要是兩個月以前 恐怕你現在已經在骨灰河流 怎麼回事 竟然會這麼嚴重 秦先生 老宗那到底怎麼了 中總 你這玉佩是最近才開始陪戴的 對啊 一周前一個好友宿我的 說是前朝王爺帶過的 別的我不想多問 我只能告訴你 這玉佩有問題 什麼問題 你們自己看 這什麼 秦先生 剛才那什麼東西 一道煞氣 這道煞氣 藏在玉佩中 五道人佩戴在身上 不說四五天便會做噩夢 十天以上便會陷入孤暗 半個月 就會魂歸九天 直接散 哎呀 這是一件靈氣 來自陰氣旺盛的地鐵 老宗 這是誰兄弟的東西 這怎麼害人們這 秦先生 您這可是救了我一命啊 大恩不言信 你說 你要怎麼報他 只要我中原拿得出 我一定鼎力相報 還有 你救了我的命 我也一定重心相謝 秦先生 還有我 只要有任何效 你絕不含目 諸位 我不需要你們的報紙 只是希望各位能幫我一個小 這兩種藥材 對我非常重要 但是十分稀有 如果要是有消息 你一定要告訴我 秦先生 原來是藥材 那你說會對人啊 我們幾個都是做醫藥生意的 我們一定 把這兩樣藥材給你送過來 既然如此 那我就等各位的好消息 哎 哎 不怕 我來了 沒事 好 老闆哥今天想斷點斷點 來 你出去工作找到了嗎 我出去就是赴宴的 没错 你坐过楼 又有案件 一般的公司也不会要 这 没有工作也不行 这样 待会儿跟我去你二叔家一趟 算了 工作我自己回去找 去了二叔家指不定还能怎么吃高评和白子 听话 我就是胡叔这张老脸 也得给你讨个工作 这该死的秦世明 他在什么地方学的医术 这下大好 我们得罪了成文病 谈好合作项目全都满满了 我也不知道了 三年前他就是个穷角师 怎么做完老出来后这么厉害 看见这小子出空头我他妈就来气 那你派人盯着他 有消息没有 还没有 喂 其实明确到二叔家了 好 我知道了 收拾这个你腿子的机会来了 我爸 你怎么又来了 不会是又来借钱来了吧 小李 你误会了 我不是来借钱了 世明这两天刚回来 我在他来看看你们 世明啊 你不是去坐牢了嗎 要做五年的這才三年 就被放出來了 進來吧 大哥 這不是小弟老海 其實是這樣的 徐明這幾年並沒有去坐牢 他是去戰部當兵了 當兵 大哥 你真會開玩笑 三年前他可是撞死人都是要坐牢的 你這樣為他真會找這麼離婚的結局 秦世銘 為了挽回生育 你居然不惜說這種話 我秦世銘行路端做了這 有限 因為 是名被部隊的領導看中了 所以才去想想 這幾年他還立了不少戰功呢 下次 我把他的部隊的獎章 勳章拿過來給你們看看 勳章 大哥 這勳章你還是別帶的 帶來了 我估計也是造假的 夠了 二叔 這是我們那一點心意 愛情不要興趣 上門就上門 送什麼禮的 大哥 那邊 這以後是路邊攤的破壤爛田垃圾 你就別帶我們家來 我們承受不起 一會呢 你們倆帶回去 這是不值幾個錢 但 又是我驚挑細選的 驚挑細選 垃圾就是垃圾 再進行中細選的 那也是垃圾 大哥 別生氣了 小莉就是這性格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是曼選的男朋友 張明杰 和曼選呀 在同一個公司上班 現在 已經是公司的中層領導了 沒有沒有 我也就是說兩次職而已 什麼兄弟 也不知道你最近在哪裡高興啊 雖然呀 你做了三年了 哦不 你當了三千兵 不過以你的能力 應該能找一份做工作 我剛回江海 還沒找到中醫的公主啊 那不是 無業遊民嗎 不應該呀 你可是曾經的學霸呀 找工作人員不難吧 明杰 他以前是學霸 現在呀他什麼都不知道 能找個保安的工作幹 我看呀就不錯了 曼選 我記得 你們公司正在擴招 要不 把市民介紹過去吧 哎 那就不想 我們公司是大公子 不是誰都能聽 哎 這市民兄弟啊 竟然是 曼選的堂哥 那也是我的堂哥 我是公司的中層領導 給人師傅打個招呼 應該不難 老二 你跟未來女婿夠可以了 什麼樣 十個塊 謝謝姐姐 好 其實工作可以慢慢找 什麼慢慢找 你知道 你媽現在最著急的 就是你趕緊找到工作 你 那我們就先走了 老哥 我搜索你吧 明杰 你不會真的要幫那個新市民吧 你不知道我現在磕到眼看了 之前就給人家當上門女 後頭開車撞死的人就說自己去當兵了 真是讓人噁心 曼選 我還不知道你嗎 回頭 等他來公司面試的時候 我給人師傅理經理打個招呼 找個理由把他趕走 行就這麼辦 你是張明杰 是啊 你是方家大小姐 既然你認識我 那就好辦了 聽說 秦氏明要進你公司 是啊 黃小姐 是有什麼回事 怎麼 您不希望他入職 不 他應該入職 只不過 他只能當一個小保安 黃小姐 這公司內部的事情 我一人說也不算 事成之後 我給你這個數 十萬 幹了 黃小姐 我認識我們公司的支部理經理 這事 一定能成 小嫂 還疼嗎 二叔不疼了 感覺好多了 小嫂乖 二叔給你保證 一個月內我就能治好 好 我相信二叔 二叔你最厲害了 喂 金先生 您同我們找的藥材太難找了 現在 只找到有一位 只有一位 不行 小嫂並不能再偷了 必須盡快找他 小嫂 你再家等二叔啊 嗯 哎 秦先生 藥在哪兒 不好意思啊 秦先生 我們都要所有人外關係 就是找到這一位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會讓他們繼續找的 麻煩你們 這藥材對我很重要 等不了太久 我明白的 有好消息了 我一定立刻通知你 哦 對了 這是我爺爺讓我給您的文件 希望可以彌補對您的虧欠 您只要簽了他就好 就是 這是我們凱影集團在银河 數於有限公司的60%的股份 價值超過一個億 您只要簽了他 他就是你的了 這就沒必要 我任他幫忙找藥本來就能保證 這個股份轉讓合作 爺啊 秦先生 您就把他簽了吧 這點小事我要是沒辦好 我爺爺會打斷我的腿 秦先生 您去跟班幫忙 好不好 好不好 往前 那我先找來 上車吧 好 上車吧 坐後面 好 今天面試你就穿這麼寒心 時間太趕了 來不及買西裝 秦世民 去了公司不准說我和你的關係 聽到沒有 嗯 走吧 再說一遍 別跟同事說我朋友的關係 怎麼這麼久 這不就是周彤送我的公司嗎 你姐啊 哎 放心吧 你交代的事 我肯定幫你辦好 你叫秦世民 是的 有什麼工作經歷 爸爸你口述一下 我沒有工作經歷 只是在部隊當了三年大兵 一點工作經驗都沒有 也敢來我們公司套飯吃 這樣吧 我們公司安保部缺人手 看在你當了三年兵的份上 我可以把你安保部 這是讓我去當保安看大嗎 你雖然說 你是名牌大學畢業 但是你也無所經驗都沒有 其他崗位 我怎麼放心交給你呢 你只能去安保部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應該是張明杰跟你打招呼 讓我去安保部的 我都不知道你說了 我現在只給你兩個選擇 第一 馬上滾去安保部寶藏 第二 滾出我們公司 讓我滾出公司 我看該滾出公司的應該是 對 小子 知道你說什麼嗎 是不是腦子抽瘋了 我可是人和事業的人事不常 就算是公司總裁來了 我可能隨意還開除 是嗎 就算是公司的總裁來了 都不能隨便開除 那我給你們公司的總裁打個電話 我快過來 我們當面問 喂 李先生您好 宋總您好 我現在在人事部面試室 你有空過來一趟嗎 好 我馬上過來 小子 你这个演技还真是了得呀 我倒想看看 你一会怎么收场 让我们宋总来接你 你以为你是公司的总裁呀 秦先生 请问我可以进了 进了 宋总 你怎么来了 秦先生 你怎么来我们公司面试了 你应该提前跟人家说一句 让我们公司准备一个欢迎仪式 宋总 我用朋友之邀来公司参加面试 但李部长偏要我去安保部当个保安 如果不去的话 就拱出公司 我觉得李部长身为人事部长 滥用职权仗势欺人 不适合继续待在这里 你觉得 李部长 你现在直接去找财务领工资 结算你的工资 公司现在主动开除你 当然会给你一定的补偿 为什么呀宋总 我关在公司 当你做嘛这么多年 就凭他一句话 你叫开除我呀 就算他是你朋友 也不能这么干 周东云将将开影集团 在银河树鱼的所有股份 都让人看清 现在秦先生是 因素出于的主持人 别说是你 就算是我 也是一句话 董事长 这怎么可能的 陈陈董 是我的错 是我永远不是在山冒犯了你 但是我也要养家活口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 求求你 你看人 就饶了我这次吧 我真的是在错了 还不快滚 再不走我就滑了 好 是 我去走 走 宋总 虽然我现在是董事长 不过我平时比较忙 可能公司的发展和业务 还是要拜托你 感谢秦先生信 属下订单 接近所能 管理我公司 能不能随便帮我安排你 不过我没时间来生完 秦先生 这整个公司都是您的 这又何必呢 我暂时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属下明白 市场部不错 我这就给市场部刘部长打电话 嗯 好 喂 刘部长 对 市场部来了一位新同事 对 你对接一下 嗯 好 谢谢了 那我先出去吧 来 谢谢 谢谢 那我先出去吧 你就是市场部新来的 我 我叫秦属明 是宋总的朋友 虽然我进了市场部 不过没时间来上班 不上班 给我们解释 刘部长你别动 你干什么 你这是要我断子决孙 你放开 只要你别对我动手就行 耍流氓还不准我动手 你误会了 你是不是经常胸口疼过门 这 你 你怎么知道 在下促通医术 判得出医啊 你这病颇为罕见 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怪病 连医院都没法治 能够治痕 这个看了才知道 好吧 到底什么问题 接着能说了吧 你母亲是不是也得了这个病 对 没错 对 没错 这种病是家族遗传 后面会发展成癌症 你母亲应该已经 得了癌症了 我妈得了如歇癌 手术后 还是没能活多久 金先生 你能治好吗 不过得针灸 一周一次 一共三次 好 那你今天有时间的话 下班后 去文工 行 行 金师名 订视结果怎么样了 已经入职了 恭喜啦 马上就能上班了 麦雪 怎么样 我就说没问题吧 这桃案啊 虽然说风吹欲晒 这可比跟他走强多了 谢谢 麦雪 跟我一样 李先生 哎李部长 那个多亏您了 这么一天 擦碎 你挖坑卸了我 李部长 您这什么意思 别闯了 留了工作 跟你们一玩 秦先生 产业宣布有消息了 是 在叶俊明手里 三天前他在一场拍摩会下 花了一百万台下看了 厨房被价格买下 叶俊明被靠江海四大地下交付室里 靠钱的话可能 这位要我吃的在里面 不卖 那就请 哎 最好还是跟他协商吧 我现在带您去江海大学找他 好 秦先生 你先稍等一下 我去请叶俊明过来 当面的 有劳 我去请叶俊明 臭 这不是秦世明吗 怎么 不是在公司当保安吗 怎么还有脸来江海大学 你从哪儿清楚 确实有人逼我去安保 不过他已经被开除了 怎么回事 我的计划失败了 看来你找到一平靠 秦世明 你可是吃了三年老饭的老海 对 所以没资格在上 赶紧滚 让我滚入江海大学 没错别不错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让我 他疯了吧 刘柯可是江海豪门刘家的少年 这傻子不就老饭们吃狗吧 敢打我 别以为有中间生药 你就不动 废 我就不姓刘 秦世明 你不要自询死路 你给我挡着 我现在太久人 奉陪道理 不告 钱主任 敢打他 刘柯不是这次校庆 校方特意邀请来的杰猪校友 天主任 今天这份王主 不给我们说 这一块 我可信 你放心 我一定会秉公处 还你一个公道 秦世明啊 你逞凶伤人 态度恶劣 你校方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必须向刘柯道歉 天主任 我是温江海大学的学生 刘柯却让我哭了 该道歉的不应该给他 该道歉的不应该给他 这都是 捐款这些破事 我要说我也捐 哈哈哈 你没法烧吧 那欠我的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你能捐多少啊 少在这打肚脸冲胖子 跟我 我是要捐一千万 今天我把话放开 你要是能拿这一块 你到底吃屎 年轻气盛我能理解 我劝你 做人还是脚踏实地一点 别为了强出头吹牛 吹牛 权主任 我也不多说 一个亿 把他脸足够 所以过来人 我能理解你想出口气的想法 可你别浪费我们的时间呀 多少 一个亿 捐款可是要真金白银 你见过一个亿 老公 他肯定是嫉妒你 嫉妒的疯了 拿不拿得出来 咽一下就知道 这飞龙脑子是个毛病 来把抛死计拉过来 田主任来说出来 这飞龙到底有什么想法 让大家笑笑 一千 一千块 一千亿 一千亿 他竟然有一千亿 什么 什么 一千亿 现在谁能拿出一千亿的信件 肯定看错了 那天主任是不是看错了 露了什么小数点啊 这 是真的 不可能 不可能 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你是老改犯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比我有钱 怎么呢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铺磁机总不能是我动手不见 哼 我發達自然要回饋路線 做人不能忘本 哪怕不是他的錢 到了我手裡也別想讓我吐出來 不行還得讓他再多捐一些 哎你們先出去吧 我有事和使命談 秦主任啊 先出去 他這一千億比我們劉家方家所有資產 加起來還要多 他不是認識周震南和雷虎嗎 他們最近聯手開發城南九城區 這錢啊肯定是公款 這不是打種領充胖子吧 這錢遲早一換 世明啊 你給學校捐這麼多錢 有什麼條件嗎 只要學校把錢花在刀刃上 這錢就不算白捐了 不過我不再希望 劉柯和方言出現在江海大學 你放心 這筆錢我一定會妥善處理 不過 要把他們拒之沒萬 錢不夠 那多少可是 你也知道 得罪劉家的戶 這 十億 這個事情我做出了 我還聘請你做咱們學校的榮譽教師 你名利雙數 賺大法 十億 可十億要是真捐了 恐怕有一半會落到你的口袋 不敢這樣說話 我這明明是為了學校 有更好的教育資源 你少不滅我 你少不 你真以為我還是個天真的學生 混蛋 你敢打我 你真是以下犯上 我們之前的恩怨 該算 你敢打我 你真是以下犯上 請准 怎麼 趕緊給我把保安叫起來 狠狠地教學這個小雜種 那你跟李老師之間的事情 我就不幫你保密 笑話 我堂堂證明君子 你還想污衊我 是嗎 那我為什麼會撞見你跟李老師在辦公室走近 你可是有家事 其人主任我還挺會玩呀 你給我回出去 我們學校不歡迎你 你敢污衊老師的情誉 我要告你 當年我不小心有手機路子 我可不敢保證學校和李老師 不會受到你的視頻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收購會讓你付出代價 這 是開胃錢 喂 師姐 是我 怎麼 就是想的事情嗎 當然想 不過我現在有個重要的事情要交給師姐 我要舉報江海大學田律 嚴重違法我 你找人調查一下 其實明兒 這個事情我不跟你計較 咱們一筆顧銷 你趕緊走 走 事情解決了嗎 我說 今天要你付出代價 我便的 讓我買出來了 那還要真的 你以為它兒很可靠 我自己去拿給你 就拿給自己拿來 就拿給我 你得到你 我自己去拿給他 我自己去拿給你 我自己去拿給你 看来 我怕是惹了您了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将他开除 立刻移交给姑藏 校长 我是鬼迷心窍了 你别开除了 就是我 因惹的事可大不去 现在 没人能救得了你 这是田医 部长 他就是田医 田医 以严重违纪 跟我们走一趟 抓起来 校长 我知道我错了 你 你饶了我这一次 救救我 带走 不要 校长救我 校长 秦先生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田医 这是我的名片 有需要 你随时吩咐 好 秦先生 真是让您见校了 江海大学是我的母校 之前答应田医的一一卷 现在依然坐下 校长你给我个账促 回去我让他们转 秦先生 您可真是年少有为啊 你放心 江海大学的大门 永远向您敞开 这老改犯 怎么认识这么多大人 不知道啊 三年前就是个穷吊丝 怎么突然这么厉害呢 难道 我真看走眼了 叶小 刘鹤 你小子怎么也得 秦先生 这位是叶小 叶军民 秦先生 那我就先到此走 你就是秦世明 那个老改犯 是我 但是我没做过 你真是厚颜无知 我管你是真做 还是假做 败坏了学校的生意 你也没做 叶小 这跟我们说的不一样啊 秦先生找你来 是来谈生意的 我就是来看看 江海大学的耻辱 长什么样吧 想要我的传绵珊瑚 他也配 我配不配 你说了不算 听说你自诩 江海武道第一天交 依我看 镇压一周 这飞龙老子是第一次 竟然敢挑战叶军民 这老改犯啊 他还不是想出名小风了 不怕叶军民 把他给打残了 所以说 半生不死 看他就能做到的 秦先生 叶军民的武学造语很高 年纪轻轻 这已经是安静武者 你千万明白 怎么 不敢迎战 你什么身份 一颗劳改犯 也可以挑战我 一颗劳改犯的战都不敢进 他望延天骄 你 我合你的 但是我这个人啊 出手没有什么轻重 你要是死在擂台上 愿吧 要是你小心不死的话 也要你永远都不能 踏入江海大学一步 好 那要是我赢了 你手里的禅灵山湖要交给我 好 就怕你有命想 没命啊 下午三点 未来见 可千万别被叶军民打死吧 我已经叫人在下午埋伏 打老子 我要让他趴在街上 总居住在这里 出手 我有吧 皇子 我要是先出手的话 理事就结束了 不敢 挑战我 扔死 你没人做 叶军民被打毁了 服使 秦世民这家伙搞偷袭 不算术 你的实力 让我刮目悬盾 看来你江海第一天交的 确实 这是我一时到 怎么是这样 秦世民怎么这么强 秦世民 到底是什么境界 秦世民 我认输 从此以后 我会再秦死为天将 秦世民这个老板 今天打扮了叶军民 蝉蝉蝉蝉蝉 是不是该交给 男人 蝉蝉蝉蝉蝉 给我取上来 秦世民 这下要才终于自己 事情都解决了 我们走 走 咱们去校外赌菜 爸 秦世民武力证 国家的人一定不是他的军事 那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算了 估计让他动我 到时候我将其能放手 收拾他 走 放手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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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别怕 把药喝了 睡一觉就能见面可好了 等等等等 是 这药到底靠不靠谱 李大哥一家子 害羞只剩下小草一个人 妈 你想想我 你 我 不 诶 能够 让乔草先好好休息吧 今天来源治疗爸的腿 什么呀 我这腿还能治好吗 当然 我有实诚吗 这是筋舌头脉膏 对腿的恢复有迹象 平平凉凉的 很舒服啊 你的腿有知觉了 老师 这药是不是很贵 花了不少钱吧 爸 你试试看能不能动 能动的 可以动的 我确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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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ual 今天 老头子 你能退抗了 能走路了 是啊 我镜真终于能走了 这也不是角色了 再走 再走 厨姐 就差找出比喬草下毒的幕后真凶了 再再再 林志明 今晚有同事过生日 位置发给你了赶紧来吧 爸妈我先出去 林志明 我有话要问你 什么事 你到底是怎么进了市场库 市场库并不适合你 正好明杰和安保固然关系不错 你也当了三年兵了 我把你调去安保固吧 这样你才能发展更长远 别跟我一定 让我去安保固是你的意思 还是张文杰的意思 这重要的 我和明杰都希望你去 既然不是你一个人的意思 那我还是继续在市场库待吧 你 这就是卖雪的两帮亲戚啊 不知道我以为 卖卖小哥来取仓啊 你怎么这样说人家 好歹人也当过兵 再不计 弄得完吗不是 学院学校 其事不是吧 来 我进来 这可是茅台 你应该没喝过 没事没事 欢迎你加入我们市场库 谢谢 我不问你 什么意思啊 不给面子是吧 秦世明 这平时给你敬酒 你也不能给人家面子 我跟他又不熟 为什么要给他面子 秦世明 我记得你以前会喝酒 你就喝一杯 好 那我秦世明今天就陪各位喝到 好酒量 来 来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没有 我就想看 这小子在公司里面 到底有什么好备 保险 不醉 什么来回去了 吴远 再来两瓶茅台 李志远 是吧 对 刚刚做我的罪 我进了 牛股 猿 都 Anal 三瓶 这一つ 凭 人之 居 您做八瓶 一對就一對是一對是一對不是 一對如何аго劍 就之後要花樣子 將會有意義准备 所以你不知道 contro 所以來 這個 好 上酒 咱們竟然喝 咱們竟然喝 咱們去喝高興 酒錢啊 都算我的 好 我直接運工把鐵內酒精排除 裡面呢 還想灌我 服務員 再來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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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多嗎 要是不捨得花這個錢就算了 水瓶 我們兩個酒量明明好 需要休息一下 然後等會兒 我們懷著 你看什麼 本以為是慢血的男朋友 出手就會大 多吃點菜 謝謝 謝謝 湛羽 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位 可是餐廳的名人 站一站 您太客氣 這位 是我的老闆 李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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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雲妖夜李董 李董 您是來做風味的嗎 你讓我來秦先生 秦先生 秦史明 秦先生 您來吃飯 我以為你只是賣藥 我以為你只是賣藥 產業之一罢了 這秦史明 什麼時候跟李董 那是關系 走夠什麼樣的 空間裡 想希望在裏面所有的消息 全部免談 以外 每人送一箱毛開 多少 每人一箱 還給免單 秦史明 哪有這麼大面子 李董 這一箱毛開 不太會腫 秦先生治好了我多年完期 幾箱毛開算什麼 各位 吵什麼 各位 請慢用 秦史明 你還會治病 在部隊學了三年衣術 聖明 你看啊 你跟曼雪 都是親戚 我 我又是曼雪的男朋友 你能不能幫我 在李董面前 多麼延幾句 我只是幫他治了個小豪 李董 為人好處 啊 關 關係不是很熟 是吧 既然如此 反正吃好了 就放一個喝吧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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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還能真讓你出進了風格 當兵 我非要讓他們都知道 你是做了三年牢不可 來 走 秦史明 你一個人多無聊呀 把你女朋友也叫過來 我沒有女朋友 一個人挺好 嗯 方言 不是你未婚妻嗎 我們不合適 已經分手 不合適 我怎麼聽說 你因為他做了三年了啊 他跟劉佳少爺結婚了 我再說一遍 我是去當了三年兵 那你這不是頂著一片大草原嗎 你不會有什麼事 他應該不會出來 你二雅 有什麼事 你一手 你不掃 你不是 吳爺 你還雅 你沒有幾乎 吳爺 你那一輩子 有什麼意思 吳爺 那mo 18 你要是敢亂來我就報警了 哎 Hun 這個還有個小美人呢 你想幹什麼 你說我想幹什麼 你這男人躺不住 過來吧 我洗完你死定了 可雪我快走 其實你還在這嗎 他是對我老名的 找人可惡 我告訴你 我可是白老大的人 我給你三個 跪下來給我磕頭求饒 我給你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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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考慮找你 沒聽過 白老大出遠不驅你死定了 我 有可能 他可是一級市的高手 有可能他可是一級市的高手 有可能他可是一級市的高手 你剛才說 不廢 我沒想到 你還有兩下子 不過 歹老大不會放過你的 啊 你死定了 你全家都得死 我 我對 難道就是他 費了我一條腿 你要給我報仇啊 說吧 雲翔怎麼死 關心兄弟 別生氣嘛 哎那坐下好好談啊 那他 那什麼他 閉嘴 動我的 本人是動了白老大的臉 幫他少話 這怎麼可能呢 我跟秦先生是好朋友的 大家要以和為貴 不可能啊 讓開 老李 他廢了挺牛一條腿 你就廢他 兩條腿吧 好 秦先生 你手下留情了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沒事我明信高手 抱歉 剛才出手快了 你問我 想怎麼死 原來有死 能想死 解釋了安靜大師啊 好 是我走了也 不過你這手下手有點重吧 下手重 這才叫下手 好 很好 讓你走了嗎 怎麼 你連我都在殺 行 抵迫 我 有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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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你也算和白老大結束 先生您放心 從今往後我雷火 我為你馬首釋山 既然如此 那我便收起來 但若是你可不可以 你敢用我的名字做生天害的之事 我親自送你上 先生您放心 剛好我有件事情交給你 我侄女小草深重其中 你去幫我查一下莫弘真宣誓是 先生我一定全力一拖 很好 把他兩個搬出去 是 好 新市民 你沒受傷吧 沒事 虎哥來了 他把事情買 虎哥 難怪呢 因為那個 今天實在是不好意思 有你一個人也在 無妨 天網 開火 哎你今天喝了酒 要得我幫你叫個代價 不用我自己打車 是這裡了 之前明明讓我直接過來 怎麼卻沒人接 郭叔叔 你說你怎麼何必在我面前裝槍船呢 今天晚上 你得伺候好 我給我大哥 啊 以前你有多清楚 今天 已經 啊 以前你有多清楚 今天 已經 那什麼花 這人先來一把 哈哈哈哈 什麼人 畜生竟然下藥 誰呀 啊 一個好事兒 找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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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留不著 這兒 怎麼 啊 確實 你 我 啊 這兒 你 我 在這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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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倒准 我明白了 江世銘你幹什麼 別激動我沒幹什麼 那個兩個男人給你下藥了 這我救了你 啊 我想起來了你 你 我被下了藥 你說你救了我 幹個回事 我是那樣的人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去外面待會 真沒有 這男人不說身體有什麼問題吧 這個陳亮 還有他那什麼狗屁大哥 竟然跟你制服了 這個混蛋叫陳亮 才接受我魏魂夫 魏魂夫 我來自盟村家庭 不怕是個爛毒鬼 我來自盟村家庭 借了一屁股債後人就消失了 我媽想讓我扯恩投帝 就找陳亮的父親借了十萬塊錢 條件是要我做她的未婚妻 我不輸出來以後不想嫁給她 就還了她五十萬 沒想到她們一家人看不滿足 繼續為我要錢 每年都是二三十萬 那他們今天來也是問你用錢 不是 這個混蛋也是個爛毒鬼 旁邊的人是他的債主 我拿來抵折 要不 你再踹這麼緊 這個債主可是忠義集團的人 你怎麼操擾 沒事我來說 小子 知道我的身份嗎 啊快放開我們 不想的可惡多欠 你臭腰子 我就說你怎麼不讓老子碰你 你原來是養了個小白臉 我還以為你有多純潔 沒想到這麼騷 你再麻煩慢點時間 咱們收的 好喊饒命 好喊饒命 你們現在可以選擇對我用 不過這次 人也在手下留情 哎 哎 小子 知道我是誰呢 啊 我不知道你是誰 那聽說你是忠義集團 既然你知道忠義集團 那你應該知道 我們忠義集團 是江海 地下世界四大勢力之一 這裏都在我的下場了啊 市民 要不算了吧 算了 他剛才打了我 跪下給我咳嗽道歉 不算了 不算了 還有你留有些人 我也一個月 你要做好我 我可以考慮放了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啊 我叫秦深 他要是想報仇的話 隨時來找我 如果他要是再欺負流行 如果他要是再欺負流行 那他就不是做不成功 而是連人都做不成功 我一定轉告他 給他轉告他 帶他去醫院 好 隨小姐 沒事了那我先走了 哎 你不是還要我治病的嗎 你昏迷的時候我已經幫你針對過了 我還有事先進去 屎平 終於抓了你小子 跟我走一趟 忽然別管爺爺的槍部長眼 白塵的 色情的死 我親自送你一趟 這白症很簡單啊 周身氣息營而不散 怕也是到了暗盡層次了 不過這傢伙叫我來幹什麼呢 還有劉柯和方言 白塵 找我有何貴賺呢 雷虎 燒彎 馬上我就請你看一趟 殺人 他是什麼人 啊 他來了 您先生 我 貿然行動 我讓先生他屬性更要求 哼 秦氏 白塵半隻腳都踏進蹤施進 他親自出手 你必死無疑 白塵 他就是秦氏 你就是白塵 如此勞食動眾請我過來 所謂何時 你看我這山莊風景 哼 既然你滿意 一會把你殺了 姓曼 白塵 你敢動秦先生 請問一下我雷虎的槍鋒 雷虎 我勸你不要去 是啊 你也會秘喪死 謝謝 你比我想象的要我過雷 說吧 你想怎麼玩 直接用槍 還是前腳腳 既然是武者 自然不用槍 我白塵今天要用你的腦 震開江中所有的雞 做個課 不自量力 激怒白塵主要讓你死 你們這群警體之蛙 會知道什麼叫真正的絕 有嗎 啊啊 啊 啊 怎麼沒動 白塵不知暗進進步的事 竟然敗掉這麼快 他一定是吃了某種透支身體的藥 沒錯一定是這樣 喜歡找我秦聖明嗎 要重甘候補服 啊 白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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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誰 沒人的話我要 他竟然殺了我們 他竟然殺了我們 你找個誰啊 和你朋友幹嘛 哎放開 笑 他明明是我女朋友 放屁 剛剛妹妹已經說過了 要和你分手和我在一起 他警告你 趕緊把他給我放開 不然 我們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我倒要看 怎麼讓我吃不了兜 媽 勸收拾 既然如此 我滿足你 幹 啊 小慧 你怎麼樣 媽 你敢打我 我可是虎爺的媳婦 你今兒不賠我跟百八十萬的 你活不了 真的嗎 趕緊跪下跟我們道歉 不要 賠一賠 誰虎妃 不錯 我就是虎爺的媳婦 怎麼 怕了 怕了就罐罐給我跪下 我还能弄 那就好吧 那雷虎亲自给你 你说什么 谁弄大王的大王 你呢 乌爷 你为什么打我去 为什么他 我还想杀了你 放个水的工夫给我捅这么大螺子 乌爷 为什么呀 为什么 秦先生是我大哥 你让他给你跪下 你算什么东西啊 老大的老大 秦先生 是我有眼无助 喝了点小酒 冒犯了你 你放我一遍 你去基地堂 自断一旨 自断一旨 多谢胡老师 多谢秦先生 我先走吧 张忍 车钥医 我先走 给他点教训 好嘞 小子 让胡爷 我陪你 好管我 走 走 什么声明 你是在窗牢吗 我 我怎么会在这 你 昨天 昨天你被人灌醉了 有人对你涂抹不悔 我把你救下来之后 我就带你来这休息 不如你放心 昨天 我说你上班了 至于坐牢 摇船吧 我直接当了三年兵 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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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间了 我请你吃饭 好 我先放着回去 好 衣服我帮你送去干洗店了 到家了 我送你到门口了 好 我把你帮你帮你帮你 听秋 你昨天啊 去哪了 打你电话也不接 是不是跟这男的过夜了 妈 我没 阿姨你误会了 我跟听秋是高中同学 今天早上恰巧碰到 就把她送给 这 要你送 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那么好想吃天鹅肉 妈 你别乱说 没事 先给你妈回去吧 我先走了 哎这是豪车是你的啊 心里着急走走到家里去喝飞茶 不必了我还要把车还给我朋友 没有的 哼这随便跟朋友借个车 就想把我女儿骗到手啊 这未免也太天真了吧 妈你别乱说了 你先走吧改天我去你吃饭 好 吃什么饭呢 给你走了 盛林这家现在网上都不错吧 我记得一群人吃辣就给你这里 以前就这么关注 说什么呢 我只是不小心看到了 我点了几个菜 你看看还有什么小事 你果然在这 赶紧跟我走 我只是清秋姐 你该不会是为了跟他约会吧 凌云员你想多了 你这叫协世明吧 不知道在哪高救啊 说出来好让我决定 你配不配得上我表姐 哼高救 他能在哪高救啊 他就是一个臭打光的 连车呢都是蹭的 你连车都没有 才回来回去 还没啥一斤吧 所以进了 我看你是刚出一步酒吧 为什么呀 我刚才让我朋友查了一下 你好像因为酒驾倒死 我都知道 你该不会是 你现在是怎么下地 发疑我 你还没塞 你还没塞 我没塞 我因为 是beautiful life 遇见你是美丽 天舅 你的心意我明白了 而我天使你 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天 天啊 不要你这么拥抱 孔天舅 你给我听好了 只要老娘还活着 你就别想跟她在一起 她入不了我孔杰的眼 你 你别忘了 你可是孔杰的大小姐 她一个老改犯 怎么配得剩呢 表姐 应该不会是二十几年没谈恋爱 缠男人了吧 这家伙 麻干式的身材 能满足你吗 我家周妮啊 在督察院上班 他们单位啊猛男可多着呢 等着我让她介绍一个给你 正把你俗后的舒舒服服的 凌玉 我不是想这样的人 啊正确啊 听秋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吗 你要是有那方面需要 随时可以给你介绍 黄玲玉是听秋的本位 她乱说话可以不准求 但你算什么东西也敢不如听秋 不是明 她在督察院什么的 不要骑自共争 行 你想自己 得动手打我是吧 我看你是劳饭没吃够 她想再进去做急 是明 不滚过来给我男朋友配礼道歉 我告诉你 我男朋友是刑察队的中队长 中队 太孝心了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哪天我请你吃饭 我并不会道歉 请我吃饭 你也配 今次 她不跪下给我道歉 这是 咱没完 请我吃饭 你也配 今次 她不跪下给我道歉 这是 咱没完 你 你 你在督察院工作 却带着卡尼亚的手 你觉得合适吗 要是我把这件事报出去 你怎么解决 这表 我朋友送的有问题吗 朋友 我刚才没看错的话 你这表售价应该两百万 你朋友送你这么贵的 要不你亲自跟法官姐姐 看她信不信 哎呀 行了行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别把脸刺的这么破 其实没有好 你说是吧 她现在给丁秋道歉 我会不宜 那什么 我像她道歉 也许选择不道歉 当后我自顾 师明 我算了吧 咱们也没什么事 哎呀 事情呢就到此为止呢 这丁秋呢 也没有吃亏 周密呢 也知道自己是错了啊 秦师明 你怎么这么小的机场啊 这么点小事 不要弄大 小事 你们欺辱他人就是小事 我抓住了他的把柄 你们说我把事情搞大 万一 我听丘被人欺负你去不保护 这什么大事你清楚 当然是了 那你就不应该让他被人欺负 我让丑你道歉 去看待丁秋的会儿 关他连道歉的机会都不 你就说道歉 行我道 等等就 对不起啊 我呢 不能买 态度不够承误 不过既然你开口 此事就行 怎么看这 还真是你 这么巧 在这儿能混上了 这 我是白云业务业部董事长 李青水 你是董事长吗 他 怎么会认识齐志明呢 华诗那位 上师督察院的院长周慈 認住 我就是刑察隊的大隊長 都是精神在面試上看的 隊長好隊你們好 小鐘啊 你也在這啊 啊是 我我聽 跟我女朋友和他家人一塊吃個飯 哎黃隊長 你們在哪個包廂啊 等會我過來駿駿一杯 既然是陪女朋友一家人 那就別亂跑了 好好陪他們吧啊 徐先生 客服到包廂裡 陪周院長喝一杯 這傢伙何德何 綠董 那你有所不知啊 他其實沒有 給我們周院長喝酒 不合適 不合適 你想 他一個坐過牢的人 給我們周院長喝酒 當然不合適 什麼 放屁 這件事我其實查過 行政政三年前的確出了點事情 但是沒有坐牢 想說這件事 周院長也有所耳聞 陳詩林啊 我想起來 當年 是被御家關押了三年 這麼說 他沒有坐牢 雖然沒有坐過牢 但被御家關了三年 這份坐牢有什麼區別啊 住口 陳先生 客戶到我啊 保險免許 我還要陪女朋友吃飯 要不晚點 啊那那好好好 那就晚點了 你傻啊你啊 白雲鴨鴨的李董 邀請你去坐坐 這多好的機會啊 你為什麼不去啊 是嗎 今天李先生是你朋友的話 要跟你先過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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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聽得 smarter 聽到 這什麼情况啊 這白雲腰腰腰的李董 也要給他幾分抖面啊 他好像會掉醫術 也會掉武術 什麼叫會變醫術 這個不就是什麼赤腳醫生吧 小心這個人治病治少了 說的有道理 怪不得他拒绝李董呢 一定是不自信 金秋我们赶紧走 他有什么人家可知坏了 可别连累我母女啊 妈 你们怎么总这样说话呀 我相信他 没有把握事情他不会做 不是你相不相信他有什么用 我又真出事了 那周院长怪罪下来 咱们一个都别好走 不过呀 虽然那刚才秦世明 对我说话是破坏的 但我这让大 南大老的 我把你帮 我帮她 我帮她 你帮她 我把你帮她 你干吗 我没帮你 对吧 你拿一批 我刚才 telling you 我说完了这老弟可是有真本事的事 老李 你不会把我卖了吧 老周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已经是是那样的人吗 你就算不相信我 你也不能不相信我前老弟吧 我前老弟可是有真本事的人 李洛哥你先别着急 周院长有所担忧 你这一身伤恐怕有二十年 能扛住这伤痛二十年 我可以 这你都看出来 这很难吗 齐老弟 刚才有所担忧 还放见谅 您能 帮我看看这病 李老哥开口了 那肯定不能飞 必须帮 否则的话 否则怎样 白不一看 齐老弟 周院长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这么严重 他没有得病 只是心脉血管 我加了东西 应该是块蛋片 这就怎么看出来 不瞒你说 这在我身上 可是老级的 我寻遍了多少名 都没办法取出这块蛋片 只有你秦老弟能给我取来 我诸某人 必有仲介 仲介日后再说 我先帮你缓解一下等等 来 学进 再学 好 点住呼吸 哎 我们是区中多了 这么多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 多谢 多谢秦老弟 刚刚我只是帮你缓解了病情 要是想完全治愈 还是要把它变好 秦老弟 做手术取淡片 那可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成功率啊 万一要是失败了 我可怕死啊 是好死 不如来活着 是西医也不行 这么简单的损失 从工具竟然就百分之十 秦老弟 你有办法 我要多做准备 才能帮你多准备 太好了 老哥这条命 交给你了 老师某人 就谢谢你了 哎 服务员 上酒 上菜 怎么进去这半天了 怎么还不出来啊 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相信他不会有事的 那你相信他 你也太自信了吧 一个赤脚医生的医术 给大人物看病 这又出了什么事 到时候一个人都跑不了 什么 待会他们出来了 你可千万不要说 他是听求姐的男的 反正你还不出来 他没有我便宜 怎么还有亏旋的余地 我母啊你就放心吧 到时候我跟豪队长 都说几句好话 肯定欠诚的都要命 好好好 那我们出来了吗 周先生 豪队长 实在对不起啊 不管这个劳改犯 不长记性 耽误了 我大 你们先不要生气 回头啊 我好好教训他 你要教训谁 他不是 你耳朵塞毛了 刚才我和王队长明确表示 他没犯过错 更没有做过劳 你是没听见 他是把我说的话 当屁放的 不不不 我就是一时兴致狗盼 不是有心的 看来你喜欢小舌根 你不适合行李队的收入 你去交通吧 我也不根换 竟然被撤职了 天老弟 我们先走 没错我再聊 老弟 我现在来了 我们照会你女朋友 哎呀 还是我女儿眼光好啊 我都不是你 傑士們都是你 只要我還有一個記載 告訴我 那事 你們沒有愛 你可想好 再感威脅 我不建議連你現在這個 附近交通的 也丟臉 我等著 閃閃 我們走 那個 傑士林氏了 我快告訴我你到底是乾什麼工作的呀 你父母是乾什麼的 你怎麼會認識 白云药业的董事长呢 我在盐厚处里找了一个销售的东西 对于我父母他们都是贴心结层 白云集团的李总 是因为我之前帮了他一个小忙 所以才有个教练 工心结层 帮了个小忙 这搞了半天 你还是个穷小子吧 该离我女儿远点 请你尊重的选择 又要干涉我的感情生活 你的选择 不管他是当了三年的兵 还是做了三年的老板 你都不在乎 可他现在呢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做不到挣钱养家 也做不到陪你花旗掠下 难道要你一个女人在外面抛头露面挣钱吗 他的父母 是一个纯酸恶臭的普通人 你臭的了吗你 妈不够 不管他是不是不够 只要我喜欢他做 你喜欢他 你问过我了没有啊 你现在马上跟我走 从今天开始 不要在你还见面 开始走了 等一等阿姨 臭小子 你给我闪开一点 我实现了 你就被我回来天丘员一场 别的你就看他 你美堂吗 他想吃天鹅肉呢你 想了没 阿姨 你想让天丘嫁一个好人家 我理解 但现在钱坤未定 而我秦志明 就不能是一瓶费号 就算是咸鱼也能翻身 而我秦志明 气会连一条咸鱼都不如 你说的倒是好听 三年前呢 你本该入嘴方家 这方言把你甩了 你这回头还找我们家军事 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军舅是受破烂的吗 我们孔家呢也是要脸的 太过分了 阿姨 你想要随机行动是吧 那你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能加倍完成 好 那我就说说我的要求 我们孔家呢 是金陵孔家分支 这百慧集团呢 是我们孔家的家族集团 你要是能让我们家清秋呢 做上总裁的为之 那我就不干涉你的事情了 那我就不干涉你的事情了 这这两个要求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金秋啊 你听到了没有啊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这能耐不大 这牛皮吹的倒是挺响亮的 好 既然你这么爱吃牛皮啊 那我就给你明年的时间 让你吹个够 是 其实你编过我妈这些的 不管你能弄下的 我都是你的人 放心 为了能够你在一起 喂经理 好我知道了 是没有 刘佳已经在那个腾育集团接触了 同时要求我在刘佳育集团明天搭乘合作之前想起来单子 我得回准备方案了 放心吧 我说过腾育集团的单子是谁 就一定没人能讲的 我一定要陪你一起去 出事起点 否则任何人不准上山 普天之下莫非王 这云顶山别墅是私人岭 但云顶山不是 我们上山约会你了 刘佳的开发权在刘氏其他手里 没有刘佳球铁 谁也不能上去 我们 刘少 您来了 哟 这么大名天底的老改犯其实是名嘛 怎么 被保安毒在门口进不去啊 哟 这不是孔家美女吗 怎么跟这个老改犯在一起啊 我跟谁在一起需要向你解释 还有 市民他不是老改犯 注意你的措辞 他现在是我孔孔秋的男人 你的男人 不过是我吃剩下的罢了 很值得炫耀吗 你 何必跟这种漂亮小丑解决 秦市民 你现在不过就是一个老改犯 别以为被孔家小姐包养了 你就能为所欲为 就凭你 你能侮辱我的吗 游客 这个奸人打我你没看到 你凭什么打我 我啥也没干 方言是你 他的错 你来扯 你 老子赶时间不跟你计较 走 爷爷 天上 你怎么说百惠集团也在金秋 跟腾月集团的合作啊 这孔金秋是百惠集团的小副馆 该不会 也是来跟我们争的吧 那正好 反正我们马上就要签合同了 就让他们在外面等着 待会拿着合同打他们的脸 走 市民 要不我们回去吧 回上去 这里是刘家庄园 想进行他医生的地方 买一风天 更不突然 我不想看你进去受处 那又是 即便上不了事 这定谈 也是你喜欢的 这不是秦老弟吗 你怎么在上 这不是秦老弟吗 你怎么在上 怎么 打算上会所玩 啊 去准备上去 这不是看门狗要咬人吗 我 我带你上 哎 这位是 这是我女朋友 平轻 哦 原来是滴妹啊 你是藤乐吉他老板中总 啊 走 张总 可把你判来了 哎 进进啊 刘总啊 听到这 到了 这这狗男你怎么进来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这里是刘家的地盘 不欢迎你们 秦先生是我的贵宾 那 请进吧 嗯 众总您看一下合同 没问题的话就签了吧 啊 众总您看一下合同 没问题的话就签了吧 好 不是不错满满的成语 合同签了 什么呢 什么啦 陈老弟 陈老哥 我拥有听求代表百贵集团前来掐 希望这次 你能和百贵打什么 陈老弟 你早说嘛 陈妹把合同拿来 谢谢 不管刘师出价多少 我们百贵人就约过一程 哎 吴毕 这份合同啊 全以丁妹心意为一程 吴毕 周梅谦跟谁合作我说了算 地位的诚意更好 我跟他合作怎么了 冲总你糊弄我们呢 他的合同连看都没看 怎么知道比我们好 怎么 你们刘家还想强买强卖啊 这你老子来了 也不想这样跟我说话 你恶心了 刘家跟谁也合作不了 中总是我业实事业当真不责呀 你可千万别跟我们计较 去 准备一桌好菜 今天我做多 秦老弟 咱们好好喝两杯 小刘 还不吩咐下去 我还要陪客人 秦老弟 实比相满 我老婆有个小妹 早年间 您意外 全身上下屁股百分之九十被躺伤 我广遍了名义圣神 都树式足策 秦老弟对躺伤可能运气 他终于凭什么 为了达成合作我们出了多少力 啊 表什么 小声点 你以为我不生气了 那没招吧 终于那条老虎 咱们可得罪不起 难道就这么算了 孔丁收现在不是挺开心的 白贵集团内部我怎么能说 收拾 你就跟我打死 我应该有你的呀 没想到还留了后手 我们也不能放任秦世民 这么继续嚣张 他不是会医术 他肯定没有行医资格证 回头就去搞 更才合一 这个影片片几下 这个是六吗 对 喂 钱先生 小组的猴后真凶 什么 查到 好 我马上回 我一会回来检查作业啊 我马上回来检查 幕后真凶是谁 方家 方家 方言 对 龙有溺 处之即死 带小人 躺 方家 是 真凶 怎么 被降别了 给李总监道歉 你主管了位子才能保得住 都怪那个老白犯 要不是他得罪了忠意 你说哪有这档子事呢 必须跟他再找 平主 怎么回事 你还有脸问 都是你害的 我们一校总监 把我单子强了 还给我把公主做好 所以 哦 请准备 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 红拼丘的单子丢了 求上门来啊 方言 方家满满 想怎么死 什么意思啊 小草 是你下 小草 没有 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